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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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春春! 今天我們要來一個 特別企劃! 互買自主3500元服袋 那我邀請了我的兩位小幫手 分別是Kony還有Lina 我們會各自抽一個對象 要幫他做一個搭配 挑選想要嘗試的台牌或是蝦皮店家 進行購買 然後我們到時候收到包裹之後再來一起開箱 看看到底大家互相挑的結果是怎麼樣 那我們現在就來一起抽籤吧 好的 我們剛剛抽完籤了 我抽到的是Lina 其實Lina她的身型非常難挑 因為她是屬於腰細 然後比較離型的身材 就是比我更離一點的 所以呢 對我來講是一個大挑戰 我們今天這個企劃就是好玩為主 所以如果說今天真的有不適合的吃 或是說我們買回去有點不適合的身型的話 也是給大家一個很好的參考啊 是不是 我決定要來幫Lina搭配的品牌店家呢 叫做Puzzle Store 這是在蝦皮上面的一個賣家 IG粉絲數是1.3萬 她的蝦皮頁面上是1.9萬 我會知道這個牌子呢 主要是因為姿佑 我看姿佑常常會分享很多不同不同的服飾的賣家 我看一下這一家的價格呢 大概都是300多、500多、600多 我是蠻適合今天這個小隻主題的服袋 Lina身高是165公分 高我5公分 主要應該是下半身我比較難挑 其他上半身應該是跟我差不多 而且依我平常對待她的觀察 她就是跟我一樣就喜歡Oversize啊 然後酷酷寬鬆的那種感覺 超柔軟厚棒針織毛衣 接一個毛衣 感覺蠻可愛的 本期必買 小絨毛霧感 色系帽梯 我最近穿帽梯我發現呢 就是 領子這邊太低的 看起來超怪 所以我會蠻講求這個領高的位置 愛不釋手寬鬆皮外套 可是Lina最近買我們家的皮衣了 或是買別的特殊色給她 嘗試看看 網狀毛衣 這也太辣了吧 搞不好Lina可以嘗試看看 我覺得我上衣好像挑了很多 可能要看一下下身 這個是一個格紋短裙 居然是S號 高磅術水洗牛仔工裝褲 這個蠻好看的喔 怎麼L沒有啊 牛仔車線直筒褲 也沒有 什麼都沒有啊 什麼都沒有 這個好像可以喔 相見恨晚超瘦刷破牛仔褲 欸我跟他真的也是相見恨晚 我快笑死了 吞尾52 可以 這件就加入了高車 他們家有一個缺點 就是他們沒有寫褲襠 但可能是我個人比較有一個偏執 就是我對於褲襠也是有講究 然後我先這樣 我看一下我的購物車 金銀生灰色 配黑色地盤 現在腦袋要有穿在畫面 像玩娃娃一樣一個換 這邊現在總額是3830元 所以呢就是超出一點點小小的預算 期待我們一起開箱的那個時候 感覺會很好玩 那我們待會就開箱實穿畫面見 哈囉大家好 我是Lina 然後我抽到的人是Kony 我這次挑的店家是 Offset 他們家是那種 酷酷帥帥 可以小辣妹的那種 這個還不錯喔 是他們的自訂款耶 這個模特兒很高 你看他的模特兒171 那是Kony150 沒關係太長就扎到褲子 或裙子裡面 這件可以 就是他了 側開拉鍊機能褲 是我喜歡的型耶 嘿 好讚喔 尺寸長度101 空穿好像會太長 可以自己穿 這個尼龍裙好像還不錯耶 還蠻特別的 看他前面是有點微皺感 這個外套天啊 這個model穿起來好好看喔 Kony感覺更適合淺色 而且他是這種雙拉鍊 這個珍織棒球外套 自己喜歡 又來了 來看配件 哇這個包包可以耶 他的擺色好可愛喔 好 夾勾扯 這個戒指也太便宜了吧 99耶 這個感覺可以喔 戴十指 還有蠻多款的 一個就好 這樣現在是 奇樣 蠻多的吧 剛好達標 哈囉我是Kony 我現在超級興奮 因為要來幫他們搭 3500的驚喜禮包 身為一個特殊色的推廣角 我就是想要讓他身上出現一點 平常不會穿的顏色 或者是材質 我就是選的是 Normal Market 它是平價的日系台牌 每一件都不超過1000塊 雖然我還沒有買過 但我前前逛了一下 超級燒 全部都是我的菜 全部都好想要 怎麼回事 但我就是比較想要調 沒有那麼甜的衣服 你知道嗎 日系寬鬆感 然後唯一帥性 唯一氣質 不要可愛 這種拉鍊也好好看喔 挑色的袖套 整個就很有重點 它拉鍊是歪的 跟人家不一樣 哦 這種爆米花裙好可愛喔 你看它有這種特殊的紋路 可能有點密集恐懼 真的應該會不行 這個黃黃外套可愛 但它這次不是我的主要目標 這個這個絕對 這次絕對要買 超級可愛 它是Key哥可以三穿的外套 你可以單獨穿裡面的外套 也可以單獨穿外面的背線 可以合在一起穿 我覺得 很可愛 超級可愛 我自己超級想要的 這種澎澎感 哦這雙鞋 好可愛喔 那種搭洋裝啊 搭短裙長裙都會很好看 620可以吧 它視頻也很漂亮耶 就是那種簡約的線條感 很不錯 怎麼辦 怎麼辦怎麼辦 要包預算了 要包預算了 跟你們分享我這次的重點 就是這顆包 雲朵包 現在雲朵包不是超級流行的嗎 但我覺得它不是平常會看到的那種包型 超級可愛 讓它嘗試一下平常不會拿的這種鮮艷色的包款 讚 好的 那我們就回到工作室了 那我們就一起來開箱吧 我這下的體積是非常之大 超級期待 那這一個品牌呢是來自NOMO 其實我們從來沒聽過耶 天日系 日系 嗯 太豐盛了吧 超豐盛 哦好期待哦 超大的 今天特別穿紅色的就是為了應景新年特輯 然後剛好這個也是HOME GOVER 我們就來看包包耶 對啊 超級可愛哦 最好是他們的四字款哦 KONI的風格 然後這邊就是他們的簡單的步標 這是一個私心企畫 因為我跟他們講說拍完都可以帶回家 太厲害了 白色的穿 這個很日系耶 它是這個背後有 平地板 對 平地板 瓦拉貝的 哦 很紫色的 對我現在覺得好熱 超熱 它是那種很厚的姚立榮 這個手指可以穿出來 翔哥就可以直接代替袖套 對啊 就是一個小造型層次感 那這個是一個 氣球型的工裝 哇 哇塞 我想說你應該不會穿這種衣服 我不會耶 你今天是不是來幹嘛挑戰的 對不對 是KONI的裙子 但是我剛剛還覺得 他根本是買自己的衣服 但是其實我自己平常也不會穿 真的嗎 很特別 有一點顯胖吧 我覺得 很像 但是我想說 如果襯衫蓋下去 它應該就還好 也許可以哦 我們就來想新的嘗試 因為KONI啦 她平常是喜歡玩多色繽紛的 她是酷妹代表 我們各自一個風格 那我咧 多養 多養 那我們來看還有什麼 我記得好像還有一個 這一個是外套耶 我覺得朋友這樣子互相買 對我覺得這樣很有趣耶 這臉的外套 這臉很讚耶 這裡面還有什麼 蛋 喔 好像是小禮物 打雞蛋的髮夾耶 半年妝有適合嗎 好可愛 很可愛 給你夾 天啊 好可愛哦 Lina的服袋是我幫她搭配的 算是各式樣風格 但是我還是有盡量挑 她比較願意穿的風格 真的很東 好緊 超厚的 這件我會穿 但是條紋有一點挑戰 就是容易顯肥 所以她可以兩面耶 CP值很高吧 這是刮套嗎 對對對 這個是一個套裝 然後她是可以露一點點小鎖骨 小性感的 就是小罩 很不錯嘛 完全就是她還穿的 然後再加一個高腰褲 就是你的Style 我都有 再來這是什麼 這是百搭的針織衫 它這個還蠻柔軟的耶 真的耶 超舒服的 超細細的 小小的車線變化 姐姐 真不錯 它有另外包裝 哦 灰色的皮衣 三千五銀帶還可以買到皮衣 好猛 是比較薄一點點的 它這個灰色很好看 對 灰色好看 而且它下面是 正常 它起來的有點怕 好多哦 天啊 有沒有 完全開不完 超紅色 裙子啦 對 這是一個斜紋面料 就是基本款的裙子 再來 牛仔褲 這是最難的 好可怕 真的 好挑戰 沒關係 等一下如果真的不好 就直接講 對 我買了 然後它是一個 旁邊有刷孔 蠻特別的 對 它屁股好好看哦 很特別 有小細節設計耶 Tony的是 Mina搭配的 Omstate我記得 它是一個比較潮流的 一個網牌 它包裝還有質感哦 還有盒子 很好看耶 完全我的菜 是我跟Mina的 風格 哦這個好重哦 手煉 天啊手煉完全也是 我都不是Tony的 是我們兩個 我們兩個等下直接認領到人家 直接自己帶中 完全不是我平常的風格 真的耶 好神奇哦 我也對 等一下你那一套 我很緊張 平常你們也不會穿 趁這是機會試試看 他就是根本自己想帶回來 這是什麼 一個內套 辣辣的感覺 好啦 感覺很貼耶 它是貼很貼的 它是貼很貼的 哇塞這真的不是 Cony的風格耶 但我沒有嘗試過前面有這種 小營飾 為什麼呢 帽T 裙子 完全耶 我平常不會嘗試的風格 這個外套嘛 洞洞好潮哦 平常甜甜的時候也可以 想到它是整個洞洞材主 這個你穿到春天都還可以耶 是包包嗎 可愛哦 平常我覺得我們今天都有開箱到很不錯的 然後應該是寫背包吧 沒關係幾百元大家就原諒他 有原諒他 真的有點重耶 趕快不可以調節 對不可以調節 其實有點害怕 因為我們 Cony才150公分 我們今天就是150 160 165 對 好 那我們就準備一起來 吃穿上車啦 你覺得這一套怎麼樣 就是很韓系小姐姐 很溫柔 對 而且很顯瘦耶 對啊 剛好可以露我最瘦的腰 可是它這邊就是沒有到非常順 我覺得蠻順的啊 就那樣 滿分10分給幾分 8分 哇高分穿的啊 是柔軟的路線 對 而且不會 不會怕 哇你還戴之前的小黃項鍊 對 因為我沒有項鍊了 基本款就是挑戰版型 對 這個就是剛剛 穿穿的第二套 然後衣服它是可以兩面穿的 前面是這個V0 後面是 扣子 也可以變開金衫 也可以 但它就是有點短齁 不長不短的 就沒有辦法蓋屁股 褲子是 剛剛的長褲 喔這邊它那個 炒蛋這邊 兩邊不一樣 屁股玩人包耶 對啊 它屁股很貼 對有翹的感覺 沒有屁股本來就滿翹的 哈哈哈哈 自己講 但是它其實沒有很修飾 就是 臀部比較緊 對 屁股比較不好看 它這個破洞會大腿 而且在膝蓋以上 比例會覺得比較 向上提升 而且我發現它還蠻顯三角區 喔 所以要這樣做 屁股就很好看 褲子是很不修飾的那一種 屁股太大不能穿 你的臀圍是 104 太大了 穿的時候要扭扭扭 但是如果蓋住就會覺得好直喔 蓋住 我腿就超細的 對 它有中間那個腿痛 而且它長度是可以落地的那一種 我穿上了KONI幫我搭的 我覺得沒有他們想像中配具啊 我們剛剛一直笑說這個 確定 你確定 美麗就很好看 對它是這樣 背後有一個大蛙洞 然後前面的話呢 是做這樣寬寬的 這邊設計感還蠻好看的 但那個膏領會不會有點太高 我覺得還算可以接受 至少會比較鬆鬆的 它這個還算蠻挺的 而且顏色真的很漂亮 是那種藕粉紫色 然後配一些首飾什麼 就會覺得整體日系感氛圍拉起來了 我覺得它的襯衫呢 是走一個很寬的版型 然後這樣子 有一點前短後長的設計 然後質感我覺得是OK的 這樣應該算是比較日式小街頭 然後又有一點甜甜春天的風格 而且這樣設計師 對 這樣設計師 我剛剛說我現在好像要 產品發表會 我覺得高領還蠻好看的 雖然說它也蠻棒 側邊稍好一點點啦 蠻順的 對 但是整體還蠻順的 那我現在把這個裙子 然後單穿呈現給大家看 它就是一個鬆緊 然後很舒服 剛剛好 然後這邊還有口袋 覺得很方便 但是因為我平常真的不會穿這種 從這裡就開始膨下去的樣子 如果真的要穿就是要 蓋住一個比較長板的 我會比較有安全感 它是這樣 它是衝氣恐龍 你還可以說喔 衝氣恐龍妝 童話裡的公主 有沒有 公主就屁股了外 就是屁股了 但我覺得它的布料還蠻挺的 就是我們一打開都沒有整套 是很有一個立體感 接下來是我的Round 2 然後這個鋪棉外套呢 就是NOMO加的 然後它這一件呢 我覺得它穿上身 這邊會比較合一點點 裡面沒辦法穿太厚 或是太oversize寬鬆的單品 就是要穿合身一些些 像我現在穿這件 比較寬一點的短板上衣 它就會有一點比較卡秀的感覺 但整體而言我覺得是好看的 包包近看 真的是跟剛剛的氣球群是一組的耶 因為現在全身就是比較淡色 然後沒什麼 一個亮點 就可以配上像這樣一個 橘色的包包 又感覺很過年單品 走春穿搭 然後又不會到太高調 然後這個外套呢 還有附一個小背心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我之前有介紹過一個W Corset的外套 也是有類似像這樣的單品 喔 配起來好像更有多層次喔 然後它的口袋呢 是直接做直切式的在側邊 這一套穿搭呢 我覺得真的是誰穿誰瘦耶 喔 我穿好像裙子有這邊更順一些些 我們就差一點點的臀尾 我覺得我們腰差不多 然後穿起來就是很舒服 它剛剛好像是露出最細的一個腰部區域 這邊也都不會緊 不會厚 然後我給大家看一下剛剛的皮帶 它這個是裙子附的 我覺得質感比我想像中好 因為我原本對它是不期不待 然後想說應該就那樣 但我覺得配起來之後的狀態 我覺得還蠻好看 空皮真的太酷了吧 不是我平常會穿的樣子 但是我覺得很鮮瘦 可是我反正就很瘦 我沒有鮮瘦 對 我平常身上不會這麼多叮叮咚咚 但我覺得這個有點太大 手臉也太大 這應該可以拆掉一截吧感覺 感覺要拿工具 它這個長度就會有點蓋住 蓋戒指 然後因為蠻比較嬌小 空皮真的很愛母舉動 很有安全感 它很喜歡這個裙子耶 它有點就是抓空氣的感覺 因為它這個光張圈後面是有開叉的 有點抽繩 然後兩邊也有抽繩可以挑 好貴耶 後面還有一個厚拉鍊 然後還有做拼接的設計 沒錯 它整個都小小設計的玩意 拿著包包也很可愛 感覺很適合冬天 容量可以放口筋嗎 可以耶 完全可以 感覺還可以塞一個小錢包跟醒蟲之類的 滿分10分打幾分 大概7.5分 是崭新的場所 沒錯 我要習慣一下 KONI的Round 2 就是剛剛Offset的外套 一樣有拇指洞 欸 這全部都沒有拇指洞 然後它又是雙拉鍊 你可以上面的拉鍊往下拉 好 下面的拉鍊 雙拉鍊 這樣你就可以調整一下你的鼻翼 看起來就比較不會 那種眉筋 是可以露出你的高腰的很難 這個動動很涼 所以也可以當照山 希望你覺得它的針織是屬於夏天還是冬天 夏天應該穿不住 好一點點 但是不會太好 就是現在可以一路穿到春天 沒錯 我覺得它穿起來就是有點偏休閒感 但我自己平常是比較少這種 然後你很少穿oversize 因為我通常要oversize就會更oversize 然後穿的是剛剛 被嫌棄的 對 被嫌棄的那件氣球裙 這裡是有做抽繩 我覺得把它往裡面抽一點 整個型會比較順一點 沒有想像夠的 好 而且你的身高穿也其實可以耶 這件是我挑給Lina的Puzzle Store的牛仔褲 然後這件是L癡馬 我覺得我穿還蠻剛好的 就是臀部的地方呢 是有一點點也是稍微要扭扭扭 可是不會到很貼合 還是有一點點空間在 但是如果是我的話 會覺得它再寬一點點會更完美 但是整體來說我也穿起來很順身 它是會有一點點極地效果 所以如果擔心拖地的人的話 可能就要看一下褲長 整體的顏色會有顯瘦顯高的作用 這件褲子以幾百元來說 褲子這樣子有點涼爽又軟軟的布料 是很不錯的耶 大家可以再看一下資訊欄 我們每個人的身材密碼 然後再去參考一下我們 實際穿上身的一個不同的呈現 好我現在穿的是 剛剛挑給春春的上衣還有包包 這個是可以調節的 就是你可以調節你想要袖子的鬆緊度 然後下面配的是我自己的褲子 意外的拿下一套很紫色的 我穿起來就會比較更朗 更朗一點點 包包它的內帶的顏色有點太亮了 有點螢光橘 但是它是有點太驚喜了 然後它這個是有內帶的 是不是可以裝個小愛配的感覺可以 感覺如果在工作上想睡覺就可以這樣 我現在在穿剛剛的燈籠裙 黑小我也可以穿耶 這我超驚喜的 這個range還蠻大的 就是不顯瘦啦 但是 你不要用顯瘦的標準去看它 它不會顯不瘦氣 欸妳好像這樣子露一點尖好 超辣 要穿不穿 這我覺得很瘦耶 你身邊好薄喔 對啊沒有奶 有啦 但是我個人穿不習慣 因為它其實這邊是沒有彈性的 這待會兒就去跑趴 晚上直接去夜店 其實意外的好看 好美喔 嚇到 欸我發現我的福袋很豐盛耶 所以還沒搭完 超多東西 是不是讚 剛剛直接差點忘記還有抓它要穿 但就是可能會比較擔心 拉鍊拉起來比較快 就不能拉 就是直接是當搭配型 所以只能搭外套 拉起來很像那個復古運動外套 欸很酷耶 突然有種奧繩 突然全部包緊緊 晚上出門前穿這樣 出門後再拉鍊拉開 晚上都被爸爸講話 對 企業練之前先這樣穿 你的上班跟下班模式 那它從從來看就是鬆緊的樣子 但我覺得就是那種風格耶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那我們在這邊祝大家 新年快樂 那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如果喜歡的話歡迎在底下留言 掰掰 掰掰 的音樂